名偶風雲匯 印譚與老旁 風雲高 主持 陶傑 白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 個人意見 歡迎各位準時 收聽風雲快信 感謝支持本人陶傑 Patreon和白偉聰 也非常歡迎各位的加入 感謝你們的長期支持 蔡若蓮領導的 香港特區政府教育局 她的所謂的向中三至中五 中學生派發的 壓抑性慾衝動的工作址 和承諾書 想不到一天之間 已經成為國際的笑談 美國的紐約時報 英國的太陽時報 和新加坡的海峽時報等 最少是有五份 國際的主要傳媒 是拿來做新聞 當然裡面 是語帶 嘲諷 給人看香港的特區 上有邏輯那種 在唱衰 說經濟 說香港已死 下 原來是香港特區的教育政策 原來是落後至少五十年 那這一波就是自己拿來碎 香港故事本來是 你自己是努力去說好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越說就越碎 現在紐約時報和太陽時報 英美兩大主力媒體這樣報 請問你香港還怎麼建立一個國際經貿 或者國際文化中心呢 那這個西九又如何呢 有這些國際現代藝術珍藏又如何呢 原來你的教育對於性壓抑 是比塔利班還落後 那特區政府自稱有一個叫做應急 或者叫做應變的反駁組 那麼反駁隊就應該如何呢 是反駁國際之間的這些指責 還有更好地向世界解說 為什麼你要派出這隻工作址 還有為什麼要中學生壓抑性慾 還有教他們去打羽毛球呢 是啊 雖然呢 現在的中學呢 不至於說好像去到歐美的中學那樣 是會派避人套給學生 但是在十幾年前呢 其實在課堂上面呢 已經有一些怎樣進行安全性行為 或者是避人的常識給學生 很多的老師呢 其實已經用一個很開放的態度 面對這些青春期的年輕人 而且呢 根本呢 我叫做禁之不絕 你用一些工作址 或者是一些承諾書的形式呢 是沒有可能限制到 年輕人這些叫做性衝動 或者男性的高同素 或者女性的叫做 就叫做早熟的發育 而且整個世代已經是改變了 正如我們上一集所說 不是男子作主動 很多是女子早熟呢 作主動 要求男子呢 一起呢 進行一些親密行為 那這些種種呢 其實整個教育局呢 好像突然間呢 如當五里無蹤 回到五十年前 那而且不止 還要死撐下去 除了蔡若年堅持之外呢 就輪到新兼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的管浩明呢 去表示 他說呢 當初呢 去制定的時候已經取得平衡了 而且呢 那些受眾是十二到十四歲的學生 如果他們提供太開放的內容 恐怕會有問題 首先第一 十二到十四歲的學生呢 不是小朋友來的 這個年紀呢 在我讀中學的年代呢 其實對性已經是呢 有一種呢 就是都幾開放的態度了 而且呢 很多時候呢 這個年紀已經拍拖了 特別在現在 我的中學已經說的是 四五十年前的時候已經發生 何況去到現在 其實很多時候呢 男女拍拖已經去到小五或者小六時代 而且他們身體上有親密的舉動呢 絕對不是呢 高中的事 初中呢 已經是很普遍的 所以管浩明和蔡若年呢 根本完全不知道現在 這個社會年輕人的狀態 還有更好笑的 繼打羽毛球上了國際的新聞之後 變成笑話呢 管浩明還認為呢 可以建議呢 改一些很容易理解和生動的做法 例如可以改 沖過凍水糧 或會更適合 哇 更好笑 就是建議呢 大家如果性衝動的時候 沖過凍水糧 這些是以前呢 我們拿來笑的那些男生 沒有女朋友 或者看完鹹片 AV的時候呢 去冷却的方法 誰知道管浩明真是當真話 以為沖過凍水糧之後呢 就真的會沒事 那麼多 雖然物理學上面呢 是冷縮熱漲啊 陶先生 但是凍水糧呢 沖完之後呢 不代表呢 有些東西呢 是會萎縮的 有些東西呢 可能是呢 就是 沖完凍水糧之後呢 就會更加呢 就是會有這些幻想的 所以管浩明呢 這個凍水糧的說法呢 我相信呢 也都會 接下來可能是 紐約時報呢會重點報導 這個蔡若年局長為首的特區政府呢 這個工作址和承諾書所顯示的嚴重問題 就是至少香港特區的教育局 對於現時香港的青少年 這個心理現實的認知 是嚴重脫節 可能蔡若年局長還活在1972年呢 這個姊妹畫報的時代 或者呢 那些什麼報紙 那些性問題的信箱 什麼男工夫人啊 那時候香港左派的香港商報呢 就有一個專門解說 類似這些都有性衝動如何排解 這個叫做莊以信箱的時代 他不止是2024年 他完全不知道 12歲 12歲已經早熟 分分鐘很多小孩呢 14歲就已經墮胎 你知不知道呢 現在 在香港很多名校啊 還有很多學校之間呢 那些女生有一個叫做中酬樂仔網啊 你知道嗎 中酬樂仔群組啊 我看她的蔡若年都沒聽過啊 是 這些是說十六七歲啊 到五五五六那些女生呢 因為和男生一起拍拖 而且有性行為 而且不慎呢 是壞了人 壞了人是怎樣呢 那十個八個這些 類似粵語片 那時代那些七子 七公主那些呢 結而甘難 大家是保守秘密 就是大家都出去追兒子呢 是溫子 如果萬一 這個群組裡面 哪個大肚不夠錢呢 就好像以前那些信德馬姐呢 聚在一起飆月餅會的嘛 夾錢呢 然後哪個大肚呢 哪個用錢去落仔 這個叫做中酬樂仔 的一個群組 哪個大肚不夠呢 試過呢 那些錢不夠啊 香港的中學 某些男性的教師朋友 告訴我聽 真有此事 那如果你說 有七個姊妹 七公主 七個閨密的女同學 大家答應保守秘密 組成這個樂仔的眾籌網之後 誰知道 剛剛一個月內 有兩個這個女生呢 是同時懷孕 那就死了 那個樂仔眾籌網裡面 大家怎麼眾籌啊 都不夠錢 只是夠一個 夠一個去墮胎 另外那個是怎樣呢 就試過有女生 就靜靜地問那些男教師借錢啊 借錢做什麼 借錢樂仔啊 為什麼借錢樂仔 你要借錢樂仔 才將這個叫 這個眾籌樂仔 那個社交平台 是和盤削出啊 這些啊 這些啊 就是現在 在社交媒體 和 online 時代啊 青少年的性意識啊 還哪有十四五歲啊 什麼什麼 孤男寡女啊 大家溫功課啊 看到女生穿件背心啊 於是見識起淫心啊 你以為現在楊過和小龍女啊 是除了一件上衣在那裏練玉女心經嗎 是不是 這個神雕俠女都已經是六十年前的武俠小說 哪有這樣的事啊 是不是 所以他們根本就不知道現在 香港的中學男女 他們知不知 連日本AV都已經落伍了 不看AV了 因為在網絡裡什麼都看完了 不是靠看啊 而是靠做啊 是吧 比如啊 有一個社交網絡平台 這個叫做OnlyFans 什麼叫做OnlyFans啊 就是一個女孩子 如果覺得生得很美 她覺得天生麗質 是可以在網絡那裏 交友兼賺錢 這個可以說是一個叫情色Patreon 如果你覺得很美 你在那個OnlyFans那裏呢 就可以操手弄資 將自己那個天生的本錢 分為三級 一級比如說給這個十元美金 第二級就是二十元美金 第一級就是看樣子 是不是 一直是露肩膊 然後看到那個 那個空呢 就只有露半球 是不是 這些是十元呢 那些貧窮組 如果你說不是啊 很美啊 我再想看下去啊 那又貴一點 是可以呢 就視乎這個女孩子那個 漂亮的程度 和青春的程度呢 可以收成一百元美金呢 是一個月的 很多那些女生啊 上了這個OnlyFans 這個賺錢的頻道呢 就已經呢 不但是賺到零用錢 不需要跟她們的錢 跟小學生去補習 還分分鐘呢 是稍有積蓄啊 這個叫OnlyFans啊 是全球的啊 還有啊 記住是全球啊 不只是限於香港啊 你一旦下載一個這樣的APP呢 可以在香港就知道 歐洲、法國、意大利啊 美國啊 俄亥俄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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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山卡蘭那些 就試過了 一個教師的朋友告訴我 她班那裡的一個女生啊 是吧 就在那個OnlyFans那裡呢 在那裡 賺到盆滿盆盆盆 而且還有一個交友啊 跨國網絡交友的網站 叫做Coffee Meat Bagel 咖啡啊 和這隻呢 叫做Bagel 類似是麵包啊 這些麵包圈啊 知道嗎 就是由三姊妹 她們覺得 所有的女性 只要她們長得漂亮 有氣質 就應該在全世界那裡去交友 那這個Coffee Meat Bagel呢 有一個男性的教師告訴我 她班那裡有一個女生啊 認識到一個叫美國的海軍陸戰隊的猛男啊 是吧 然後呢 在那個交友網站那裡呢 是做了好朋友啊 是吧 這些呢 不只是交友這麼簡單的 而且呢 是還有下文的 這個叫Coffee Meat Bagel 是在英國啊 美國啊 是吧 是非常之流行 只是在英國呢 就已經有大約是40萬會員 那麼交友網呢 可以交友那些裸體的照片啊 是吧 和色情的那些對白 是吧 那當然啦 對方是不是真的 美國陸戰隊那麼帥氣呢 還是一個呢 80多歲的白虎呢 行張就木在家裡 扮形男呢 貼張假照上去呢 就貴客自理 這些就已經是現時 是跨國界的社交網站 這個online時代 那些小孩子的性儀式 你還在那裏教什麼 十四五歲 不要戀愛 戀愛之後呢 就要呢 看到穿背心仔的時候呢 如果性衝動 就是打語無求 或者衝動水糧 這些是1964 那如果呢 就不是2024 如果那些教育局 一頁知秋 一張這樣的承諾書 和工作址 只顯示到 教育局的官員 是停留在半世紀之前 那請問這些 這麼落後的心志 叫他們去為 香港中小學教育 設計課程 你說是不是 死路一條 是不是 他們能夠設計出什麼呢 是不是 各個的局長 賺三十幾萬一個月 副局長常備下面 二十幾萬 十幾萬 交出一張這樣的工作址 是笑大人的口 是不是 如果你是家長 或者你是父母 看到教育局 用這種方法 叫人打語無求 和衝動水糧 去壓抑性慾 作為一種 叫做對中三學生的 性教育的內容 你會不會覺得 你立的稅很冤枉呢 因為整個世代已經 比我們的想像 走到已經沒有雷工那麼遠 網絡時代開始之後 性資訊已經泛濫到 你完全想像不到的地步 有很多他們的交友方式 或者是他們的 所謂弱炮的形式 已經超越了 好像工作址裡面 一起溫習 然後看到背心仔之後衝動 他們根本現在是找 SP 性伴侶 性伴侶 這個性伴侶 可以是收錢 可以不收錢 也可以維持一段 很穩定的關係 已經超越了 以往好像你說 吳楚帆白燕時代 那些叫做一夫一妻制 或者叫做的 男女朋友拍拖 婚前性行為 生了兒子 奉子成婚 這些這麼老土的故事 已經不會發生的了 他們已經是進入了一個 不要說安全性行為 他們不懂不懂的問題 已經進入了一個 浪把的年代 其實問題是 現在他們當性 已經變成了另外一種 可能是他們的聯誼 又可能是商業活動 又或者是一種 叫做被欺凌 或者被欺凌的方式 其實性已經不是一塊 我們叫做平面2D的形式 只是在討論 有沒有性病 以及會不會生嬰兒 我牽引到一個3D 甚至4D的情況 已經牽涉到其他的範疇 包括這個罪行 包括他們的性觀念 又或者是一些LGBT的問題 這些全部在那個工作址 或者他們的課程裡面是消失的 好像這個世界 被他們的消毒藥水噴完之後 只有奉子成婚 或者與未成年少女性交是一個罪行 他們一來來去都在說這兩條 但是那個問題已經是多於牛毛 他們根本就不知道 或者不會面對 其實要解決的 遠遠比這個婚前性行為嚴重很多 而他們竟然在課程或者內容裡面 用管浩明的說法就是 不可以說太多 因為他們太小了 他們都瘋了 12到14歲 懂得的東西比我和你多 是的 他們以為還是姐妹畫到 這樣 親吻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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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不知道在三年動態清零 這個武漢傳出來的所謂的新冠病毒的肺炎期間 全球的小朋友由於在家裡是Online上課 還有是觸不出戶 就已經形成在床上躺平 拿著手提電話或者iPad 就已經全球的小朋友 展開這個叫色情和拍片 這個立體的跨國網絡的互動 我剛才講到這個OnlyFans就是 如果你的女生覺得自己很棒 很有本錢 拍片和自己拍照 拿路 是吧 這些全部可以是非常識情的內容 就是說將這些pornography 將這些porn 就已經在中學生之間拿著手機無遠分解 對於他們來說 性不性交都已經是沒有那麼重要 最重要的就是將他們的身體拿路出來 從天涯海角的界別給會員加入 然後賺錢 所以香港特區教育局局長蔡陽蓮 你知不知道現在2014年2024年的世界到底是什麼 這些OnlyFans 這些女生已經成為content creators content 即是內容 creators 創作人 還有隨時 手機裏面有一個很龐大的fan base 那些fans 比我們風雲谷會員還多 現在已經是21世紀了 真可憐 是吧 還可以了 因為做功課做到悶悶的 那些女生 用什麼叫女生或男生來一起並肩而坐 打開手機 做一個live stream 拍一套porn的video 還有隨時跟世界各國的好似道者分享裸體照片 當然這個OnlyFans 其實也挺危險的 因為裡面那些裸照 拍片 你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女學生 還是生得非常年輕的妓女 還有這些網站 是無需要讓女生和男生 無需要上一個四級的那些非常淫蝕的網站 因為那些隨時帶有病毒 這個就不是 閉就閉在了 現在就是這些 只要你虛假地宣誓 說自己已經大過18歲 其實就很多18歲以下的小孩子 已經看過了這個OnlyFans 或者剛才說的這些 男女之間的裸療 大陸叫做裸療 這些網站 所以現在很多這些根本的小孩子 中學生 如果是懂得看對的 就直接約炮 如果約炮 如果中了一招 就中籌落仔 是吧 所以如果這個潮流 所以你看看美國總統大選 為什麼Harris 賀錦麗 民主黨那邊 死人都是維護這個叫做墮胎權利 自己身體是自己擁有 自己身體是自己的權利 現在說的十六七歲 那些女生已經去墮胎 特區政府教育局的指引工作址 如果你說與時俱進 就不是你登那些垃圾 就說給人去打義無求 應該指引那些女生 萬一中了招 應該進入大灣區 平價墮胎 做人工流產 好讓你一幫女生做那個叫做眾籌 夾錢去落仔 那些錢是可以夠用的 因為是標會的嘛 就像以前那些順德馬姐月餅會 你說 是吧 不怕舊 現在是與時俱進 這些你放在工作址上 那些學生就會說你蔡柔蓮局長很煙 還有很貼地 是吧 是啊 等於你現在對著一幫汪洋大道 殺人放火 我綁架撕票的重犯 跟他說 小朋友千萬不要高賣 買東西要給錢一樣 他們已經壞事做盡 什麼都可以了 你竟然還跟他們說這些低能的內容 你想一下會不會有影響 而且現在的學生也很聰明 他們懂得面一套第一套 就像我經常說中國人一樣 口裡說不 身體很誠實 他們一定會懂得做這張工作址 因為大家知道怎樣玩這個遊戲 無論國安法23條再加上工作址 他們都會懂得應付 而他們的內心是另外一套 而且他們的言行都會是另外一套 這種其實現在那種形式主義的教育之下 慢慢就會培養新一代的學生 就是會這種虛偽的生活 虛偽的學習和虛偽的人生 他慢慢就會把它撕裂 他知道在人前人後他要做什麼 雖然以前很多的品學兼優的學生 都是這樣 但是現在將會更加厲害 因為現在這個形式主義 就會令到學生知道怎樣玩這個遊戲 是的 你知不知道現在這些男女生之間 裸療是發展到已經 其中一方被人截圖了一張照片 然後是拿來勒喪的 是的 這裡有什麼Only Friends 這個叫做Coffee Meets Bagel 這些有很多假的 假帳戶和做假的東西 然後是騙財騙色的 當你大家脫衣服拿來勒交心的時候 是互報身份地址 一方面如果相信對方 就說自己在哪一家學校讀書 讀《方記》 我最討厭的是哪個MISS 然後就對著大家 又弱炮也好 做一些不堪入目的動作 然後給對方 截圖 然後拿到身份 然後就勒索 很多香港的中學校長 都接到這些個案 說上網拿來勒給對方勒索業走去 失驚無神 告訴父母也不敢 如果你有信過的 這個男女的教師 都應該去關懷你那個班級裡面的學生 網絡拿來勒 就是大陸說的 叫做拿來勒 更加多的 就是要用這個 要用這個 要用這個 中間誤導什麼陷阱 有沒有被人騙錢 然後你那個特區政府教育局的指引 就是教他們應該要報警 還是要找校長 然後校長一般就不會公開的 因為這個涉及校譽的問題 就應該特區政府教育局的那張工作指 在這方面加強學校和男女學生 就現在最新的網絡程式裸體互動 自拍的潮流 對他們發出一些預警 還有出了問題 出了大件事的補救措施 是嗎 是啊 所以這張工作指和課程的內容 我覺得真是枉費了納稅人的錢 還有養了這班官員 花幾十萬一個月去養這些局長 其實他做出來的內容 還有對於青少年是毫無幫助 而且只會令到那些年輕人 當他們一個笑話 這種情況我覺得是很難想像的 因為以往其實香港 在2019年之前其實都不是這樣的 很多學校持很開放的態度 甚至不會嚴厲地告訴他們 讓他們知道你們不可以做什麼 不可以做什麼 反而是調轉 是會告訴他們 如果你做了什麼之後 你應該要怎樣做 或者你用什麼方法 可以避免什麼事情發生 是用一種比較我們叫做同理心 和開放的態度 去和學生去講解 現在就完全回頭 用一種教條式 形式的方式 就叫他們遵守 認為他們簽完張祝工作址之後 就會真的遵守 那真的很可笑 好了,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各位收聽 《風雲快信》或者《風雲谷》 下次節目時間再會 好,多謝大家 請記得按讚和訂閱我們《風雲谷》 這個網絡世界 太吳士河畔 都一樣可以是 俯瞰世界的《風雲谷》 《風雲谷》兩歲了 我們的訂閱人數已經向40萬進發 有這麼叫人的成績 傳來大家在世界各地的鼎力支持 為了令我們有更充足的資源 做更充足的資料搜集 以及台前幕後 都能夠繼續精益求精 做得更好 我們呼籲大家幫幫忙 以行動支持我們 利用超級系列打賞 以及加入會員專屬頻道 《風雲會》 拜清德蕭美琴 當選 這是美國其實暗鬆一口氣 最容易見到的結果 共產黨和國民黨 都是同一個列寧的祖宗 肥媽是一個藍絲的無知 群眾的一個非常之傑出的代表人物 特區政府的施政是令到藍絲 那裡抗拒 有沒有讓我看錯 判呢 就個個都會判 但等Donald Trump上台回來 是會有傳記 張五常的花名叫傻佬 黎智英的花名叫顛佬 這種性格我們一般尋常的凡夫俗子 是難以理解的 這些叫偏偏我這樣吹 是否覺得跟林鄭和梁振力 有某種類似 公公敬敬 送金融上車 跟旁邊那幾個社長組 剛才聽到查先生說什麼 照他相反的去做 蘋果是不會有連載小說的 所以他沒有小說的 沒有小說的 很多年前他告訴我 是的 我是給他統戰 我有統戰的價值 他覺得自己是很有成就感 連林作如果都關了 所以林作出來 他媽媽叫他道歉 是不是收到電話呢 未來應該是陳國基和鄧炳強 這兩位人才之爭 沈旭暉是八席的婚宴 有成千人 這個就是後面他的師父葉國華 就是在做一個秦代女不韋的角色 是不是 這個很明顯 其貨可居 那時候確實是想捧沈旭暉出來的 這個叫梁民道 蔡東豪叫我在香港電話過去 阿草我找你做光明頂 我說我一個怎麼做 我要留天賜 不用留天賜 我和你盲分瓦架 有一個叫劉細良 跟著劉細良就拿著沈旭暉 葉蔭聰 梁啟智 朗田 這群人我不認識 梁啟智未到 黃偉倫 是黃偉倫 這群全部叫青年社會科學才俊 這人是很不相信我 因為在牛津的時候 他受過左膠污染 我不認識他 這個也是一個 中共我相信在香港 準備培養為轉世靈童的對象 現在只要進入以下連結 就可以即時按加入風雲會 和陶生爆水的Patreon 未來的日子 風雲谷會繼續陪伴大家 正如陶生所說 就算在黑暗中 仍然要懷著一點樂觀 終於 我們都會見到光明的前路 在這裡再一次感激大家 兩年以來對風雲谷的支持 下一集約定風雲谷再會